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如果A点坐标是1T B点坐标是-52 且AB向量长度是等于6 根号2 求T是多少 那么首先呢 这AB向量的长度 是等于6 根号2 所以呢两边取平方 我们得到这AB向量 长度的平方 这是等于6636 然后再去乘以2呢 这是72 那么AB向量长度的平方 是等于 这是坐标差的平方和 所以呢是-5-1 然后挂2平方 加上这是2-T 挂2平方 这是等于72 那么这里呢 -5-1是-6 -6括号平方呢 这是36 加上 2-T括号平方 我们把它改写成 这是T-2括号的平方 这等于72 所以呢把36 所以呢把36移向 我们得到呢 这T-2 括号的平方 这是等于72 -36 这是36 那么T-2 括号平方 是等于36 那么第一种情形是 T-2 就是等于6 6的平方 6的平方啊 是36 第二种情形呢 是T-2 等于-6 好 -6括号的平方 也是36 因此呢 这一项过来 我们得到 这第一个情形 T是等于6 加2 也就是8 这个答案 第二种情形呢 这是把2移向 所以呢 T是等于 -6 加2 这是等于-4 这个答案 所以呢 我们这里的T 有两个答案 第一个是8 第二个是-4